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大卫吃了橙色饼,有注意吗? 你好,今天中文榜达者国圣经将学习撒姆尔纪上的第21章1到15节 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读一到九节 大卫到的纳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站站进进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能跟随呢? 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 王吩咐我一件事说 我拆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死人知道 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 现在你手下有什么呢?请你给我五个饼或者别样的食物 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 那少年人没有清净赋能才可以给 大卫对祭司说,实在又有三日我们没有清净赋能 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怒 少年人的庆明还是洁净的 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 只有根范心饼在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橙色饼 当那有扫罗的一个橙子留在耶和华面前 他名叫多义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师牧长 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刀有枪没有 因为玩的是圣级,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 祭司说,你在伊拉古沙菲利斯能 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的后边 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 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请你给我 那么我们看到大卫开始逃离扫罗王的追捕 他先是到了纽伯,我们不知道纽伯到底在哪里 但是从以赛亚书第十章中,它是最接近耶路撒冷的城市之一 因此纽伯可能是位于耶路撒冷郊外的格兰山附近 因为我们发现哥利亚的刀就被放在了纽伯 如果你回想一下第十七章,哥利亚的头是被带到了这里 所以哥利亚的剑最终也被带到这里是有道理的 纽伯的位置并不完全重要 但是那里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也就是会幕 从伊利时代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到了会幕 我们一直根据优贵所在的位置 以及我们在第21章中找到会幕的位置,来推断 会幕是在四螺被菲利斯能摧毁之后从四螺移走的 我们不知道会幕在纽伯多久的 但是现在大卫正在逃往,而会幕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注意到,约伯似乎并不在这里 因为在撒木尔纪下第六章中 大卫会将它从吉列月灵带回来 这正是他在撒木尔纪上第六章中的位置 那么这里有会幕,其他一切另外的部分 包括会幕,金灯台,橙色秉拙和会幕的祭坛 神的祭司们在这里献祭,当时的大祭司是亚西米勒 在伊利时代,他的儿子菲尼哈没有成为大祭司 菲尼哈的儿子亚西兔代替菲尼哈成为的大祭司 在亚西兔之后,在第十四章扫罗统治初期 亚西亚为大祭司,那么到现在是亚西米勒 第二章将向我们解释,亚西米勒也是亚西兔的儿子 这意味着亚西米勒要么是亚西亚的兄弟 要么是亚西亚的儿子,因为圣经当中 儿子一直经常被用于后裔的意思 那么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亚西米勒是亚西亚的兄弟 那么当大卫来到亚西米勒这里时,他杀了谎 他说他正在执行国王的一项秘密的任务 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并不是为了要去捍卫大卫的行为 他只是记录了大卫所说的话语 所有的谎言都是有罪的,所以说大卫在这里杀了谎,就犯了罪 大卫支持为杀谎可能是因为,如果他说自己正在逃亡 亚西米勒可能不会帮他的忙 因为接下来到位要他提供一些食物和兵器的 但是亚西米勒并没有普通的饼可以给到位 他只有刚放下来的旧的橙色饼 橙色饼是要放在会幕圣所 金灯台对面的橙色饼桌上,他会在那里放一周 然后在安息日更放心的 另外记得第25章5到9节明确地指出,橙色饼只能有亚伦家族吃 那么,亚西米勒该怎么办呢? 如果他给了大卫橙色饼,而大卫并不是一名祭司 是没有资格吃橙色饼的 然而如果他不给大卫,他们可能就会挨饿 因为附近似乎是没有可以获得食物的 这样做就会违反了历维基第19章18节中爱冷如己的命令 这个命令包括为需要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的 这两者都是主的命令,因此哪一个应该更优先呢? 亚西米勒的行为以及后来耶稣在福音书当中证实的上行都表明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爱他人和给大卫橙色饼要优先考虑的 亚西米勒唯一的条件就是大卫以及他的部下在绿华下不能够说是不洁净的 大卫也保证了他们当时都是洁净的,所以祭司就给了大卫橙色饼 那么问题来的,不是祭司的大卫吃的橙色饼有罪吗?没有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福音书当中 耶稣在面对法利赛能关于他们的门徒在安息日摘古物池时 也说了同样的话语,耶稣用这个故事来表明 大卫在特殊情况之下,吃橙色饼并没有犯罪 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摘古物池也没有犯罪 因此,我们凭什么要与神去争论呢? 耶稣对法利赛能的回应和亚西米勒的行为教导我们 神已经向以色列制定了一项原则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旧约中还没有具体读到这一点 这个原则就是上帝渴望联名而不是献祭 正如荷西亚书第六章第六节的记载 神喜爱联名而不是献祭,并不意味着献祭不重要 只是一个无联名之能的献祭,并不逃神喜欢的 除了橙色饼之外,没有其他的食物 那有什么仁慈的事可以做呢? 那就是给大卫成色饼,以免他们挨饿 这种特殊情况是一个情有可原的情况 但这绝不意味着祭司有权随意给人成色饼的 因此,大卫并没有犯罪 耶稣在与法利赛能多次讨论六华时 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一到八节等地方都强调了这一点 我们必须始终确保在凡事上跟随着神 上帝渴望联名和献祭 但是如果我们面临与萨木尔基上第21章中类似的情况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查考圣经 并专寻它全部的话语辨别 神希望我们如何去表现联名 那么回到这里第21章 在那一天并不只是只有大卫和亚西米勒以及其他祭司在场的 扫罗的一个城市以东人多亿也在那里 使它成为这些事件的见证能 这在第22章中将会变得很重要 那么大卫除了橙色饼之外 还向亚西米勒要了武器 在那里唯一的武器就是哥利亚的刀 显然是大卫在与哥利亚战斗结束之后的某一个时候带到这里的 这把刀就被交给了大卫 之后大卫就离开了 好 下面我们继续阅读 第21章的10到15节 那日大卫起来 躲避扫罗 逃到加特王雅杰那里 雅杰的臣部对雅杰说 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 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 不是指责她说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汪汪吗 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 甚惧怕加特王雅杰 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 在他们手下假装分钉 在城门的门上上胡乱写话 使托摩流到胡子上 雅杰对成卜说 你们看 这人是分子 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 我其缺少分子 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分钉吗 这人即可进我的家呢 大卫就继续从柳伯逃到的 加特王雅杰代理 对于大卫来说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动 我们稍后将会看到 加特王或者更准确定说 是加特的同志者 一个名叫雅杰的人 在诗篇第34篇当中 雅杰被称为是亚比米勒 如果你回想起创世纪第20章 我们说亚比米勒很可能是 该地区的同志者的头衔 就像法老式埃及的国王头衔一样 从而解释了为什么大卫 在那个诗篇当中 将雅杰称为亚比米勒 大卫来到加特的目的是 为了躲避扫罗 但问题当然是 那里的人知道大卫是谁 而大卫被他们称为国王 我们不应该认为 这意味着菲利斯能认为 大卫是以色列的国王 而不是扫罗 这只是意味着他们认为大卫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能 以色列的一位伟能 加特王为什么要收留大卫呢 我们并不清楚 也许在政治上 如果大卫站在他们的那一边 那么他们就可以提供在战斗中击败扫罗的方法 或者也许大卫可以被当作人子 以放弃对雅杰有价值的东西的 那么收留大卫的理由有很多种 但是当大卫发现他们知道他是谁子 因为害怕加特王的动机 大卫就假装他分了 加特王和他的臣仆也都认为他确实是分的 不想与他再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让大卫走了 那么大卫是否欺骗了雅杰呢 答案是他并不是通过他的言论 而是通过他的行为 今晚中没有任何地方 对大卫的行为的正义性 做出任何的评论 事实上我们发现他这样子做是出于恐惧 出于恐惧而做事 成长会导致我们做出有罪的事情 大卫相信耶和华会保护他的安全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觉得这样子做是对他最有利的 所以他就欺骗了雅杰 有些人试图原谅大卫在这里的行为 但我认为不能够这样 神并没有说这是公义的 他只是向我们展示的大卫所行的事实 说法是有罪的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牢记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大卫又将会去哪里呢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的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候加入我们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